日本著名的動畫師宮崎駿 他的作品《天空之城》 《千語千尋》等深入人心 富裕皆知 今夜的河島夜廳 分享16條宮崎駿的經典語錄 希望大家能夠喜歡 在分享之前 請大家關注一下我們的頻道 有你的支持河島集團隊 才可以走向遠方 宮崎駿十六條經典語錄 第一條 你活得久了 就會發現人生充滿驚喜 來自歲月的童話 第二條 世界這麼大 人生這麼長 總會有這麼一個人 讓你想要溫柔的對待 來自哈爾的移動城堡 第三條 你不能改變命運 但你可以選擇原地等待 或是勇敢面對 楓之谷 第四條 這個世界真的很現實 每個人都在為著同一個目的 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代價努力 心甘情願地成為金錢的奴隸 死心塌地的付出 千雨千尋 第五條 根要抓在土壤裡 和風一起生存 和竹子一起過冬 和鳥兒一起歌頌春天 不管你擁有了多麼驚人的武器 也不管你操縱了多少可憐的機器人 只要離開土地 就沒辦法生存 來自天空之城 第六條 人永遠不知道 誰哪次不經意地跟你說了再見以後 就真的不會再見呢 來自千雨千尋 第七條 假如把童年再放飲一遍 我們一定會先大笑 然後放生痛哭 最後掛著淚 微笑著睡去 來自龍貓 第八條 眾有疾風起 人生不言氣 起風了 唯有努力生存 來自 《起風了》 第九條 最遠 最遠的旅行 是從自己的身體 到自己的心 是從一個人的心 到另一個人的心 堅強 不是面對悲傷 不留一滴淚 而是擦乾眼淚後 微笑著 面對面對以後的生活 來自《風之谷》 第十條 在茫茫人海中 相遇相思相守 無論誰 都不會一番風順 只有一顆 舍得付出 懂得感恩的心 才能擁有一生的愛 和幸福 來自哈爾的 移動城堡 第十一條 你不能等待別人 來安排你的人生 自己想要的 自己爭取 來自 《貓的報恩》 第十二條 生活壞到一定程度 就會好起來 因為它無法更壞 努力過後 才知道許多事情 堅持堅持 就過來了 來自《龍貓》 第十三條 我已經準備好了 足夠擋雨的傘 可是卻迟迟沒有等到雨的到來 這樣的尷尬 只是我漫長人生中的 小插曲罷了 來自《千雨千尋》 第十四條 帶上信仰去尋找屬於你自己的國度吧 哪怕清靜一生 來自《風之谷》 十五條 人們總是不斷犯錯 人們總是不斷犯錯 雖然前路迷茫 但他們的雙手 卻仍然尋找光明 來自千雨千尋 第十六條 最後一條 人生就是一列開往墳墓的列車 路途上 路途上有很多站 很難有人可以自死自終地陪著你走完 當陪你的人要下車時 只使不捨 也該心存感激 然後揮手 抱別 來自《千雨千尋》 恭喜俊十六條經典語錄已經分享完畢 希望大家能夠喜歡 不知哪一條觸動了你心靈呢? 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告訴河島 好了 祝大家晚安 做個好夢 明天晚上見 好夢 好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